蚕丝蛋白 蚕丝蛋白取自于蚕碱 而一般民众在市面上所听到的蚕丝蛋白 便是由蚕碱外层25%的丝胶蛋白 加上内层75%的丝素蛋白 两种蛋白质各有其不同的优势 而品牌的核心则是针对具有修复能力的丝素蛋白 来做技术上的萃取和产业应用 生命之心其实主要focus在于 就是医疗器材的开发跟干细胞的研发的治疗这一块 我想要做的东西其实是以永续跟疾病治疗这两块 为最主要的核心价值跟大宗 以永续的角度来看的话一定是胶原蛋白 但是市场上面已经太多人做胶原蛋白的东西了 所以后来我就在想说 有什么东西可以去取代胶原蛋白 后来我screen了非常多的原料 那我最后选择了蚕丝蛋白 去进行相关的产品的开发 第一个它是纯天然 可以做到我刚刚所讲的 我想要达到的企业的永续的核心理念 第二个是它本身有很高的生物相容性 也就是说它在身体里面不会有相对应的刺激过敏的那些的现象 而且很容易被降解掉 第三个是它本身有很好的脏拉力机械强度 它可以承载更多的压力 所以它的脏拉力机械强度比胶原蛋白来得更好 那第四个其实它的分子量是小于胶原蛋白的二十分之一 所以更容易被人类的皮肤所吸收 原上我们的产检是由一束的产丝所构成的 那我们会先将我们蚕丝外圈的一个部分 它的所谓丝胶蛋白 我们会先把它进行分离 分离了之后呢 我们会把里面的丝素蛋白 就有我们生化技术萃取的方式 我们就会把它变成蚕丝蛋白水溶液 接下来呢 我们会把我们融结好的这个蚕丝水溶液呢 会先再进行一次的透析 主要是把杂石分离 然后呢让它进行纯化的一个过程 现在要把刚从透析藏拿出来的 层丝蛋白水溶液进行检测 作品质的把关 而生化科技的进步 不仅是为了造福病患 消费者 品牌将原物料技术与苗栗图全明先生的 教育农场合作 共同开发高附加价值产品 振兴传统产业 不仅将技术结合疾病治疗 外伤赋料 医疗器材 也将濕素蛋白 应用在精华液 面膜等美业市场 其实我们一开始做的时候 是以医疗器材的产品开发 主要focus在于疾病的患者 那我自己是觉得 这么好的一个原料的部分 如果只是应用在于疾病患者 其实非常可惜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公司 有一条线主要是focus在于 医疗器材的产品 另外一条线主要focus在于 美业的产品 我们希望把这样子的原物料 开发更多普罗大众 而且让更多的消费者 能去使用到 而且可以去了解 什么叫做施素蛋白 我们的品牌叫5S3C 5S代表残湿的柔软 亮丽感觉满足永续 3C代表技术跟产品中的棉 化妆品还有残剪 在这边我给大家一个新的思维 那过去大家一般所认知的 蚕食蛋白面膜 其实都是指面膜的材质本身为主 那其实真正能够被肌肤吸收 是指精华液本身 那我们在这边所提到的 这一片面膜都涵盖 来饱满的施素蛋白进化液 其实我们的品质政策 当初我在创业的时候 一开始就设立得非常清楚 就是生计专业研发不可妥协的承诺 尤其是不可妥协的承诺 是在于就是 这是我们公司的品质政策 我希望未来我们产生出来的每一个产品 都是对于消费者或者是终端的用户的 一个承诺的东西 我们会尽我们所能开发更好的东西 然后提供给消费者 解决消费者的痛苦 这样子